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林经理 有事啊 谁 林经理 这儿现在没什么林经理 我现在什么都不是 我现在是林百姓 林可怜 您让我进去 林经理 林经理 满叔 您别拦着我 我知道他在里边 我在下边看见他车了 财务部的弟兄 托我来跟他讨个说法 是个人就没这么干事了 满叔 您别拦着我 我总算里边有药物 满叔 您别拦着我 他都不能进去 您别拦着我 您没事吧 满叔 对不起 满叔 对不起 满叔 你摔坏了我这把老骨头 倒没什么 你摔坏了它 没地方休息 满叔 满叔 我给你说实话 我们现在的喉咙 都被人家锁住了 人家叫我们干什么 我们只能照着干什么 合同摆在那儿 侯总他也没有办法呀 你好歹还有工作 林总现在工作都没了 我们的借励 警察发输了 对没有 alted connection 光是 una 与你看看 whencias 再 تعелей 我再教他 要拿索 对不起 周先生 我们说 我今天看在您的面子上 可以不进去 但是麻烦您帮我带了话 我不会就此罢休的 这样的东西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吃惊吧 不是 我 我知道你要回来 你还知道出卖大哥的卑鄙小人 是什么感觉 我最讨厌这种卑鄙小人 我没出卖你啊 你要是没出卖我的话 我的家人怎么会知道 我在哪儿 小魏 不是 大 大哥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我这是在帮你 你看你都离家出走那么久了 你跟你爸的气也应该消了 对不对 再说万一你有点什么 闪失的责任不得我担着吗 还有 我让你爸和侯总 帮你找过来 那完全是为了 给你找个台阶下呀 要不你怎么回来呢 我需要你给我找台阶下吗 坐下 叔 侯家给你什么好处 那可真没有 我去奋军上班 是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了 不信你问小帆 我告诉你这件事 千万没扯到小帆 我只知道我被出卖了 而出卖我的那个人一定是你 我什么好处都没拿算 什么出卖吗 那我不管 现在事已致辞 我必须履行我的承诺 把你吊起来打 对对对 师父 师父 他没拿好处 我说真的不算出卖 打就免了吧 阿胜啊 不打你我里跟你一样 是个言而无信的小人 那要不存着 下次再打 星天阴天 免打 昨天又要打 不让小伤 这儿是小帆 那不能给你 小帆 这儿是小帆 我已经是你 咱们的 我老师 还要是 看一看 我 他 我 我 横 请 黄瑞城先生 有你们中国的老话说 这里就是我的风水包地 我今天来 就是打算达成最后的和解 我相信今晚 我们可以达成天下和合 只要你无条件撤诉 今晚就是我们和合的开始 我听说黄先生 早就希望与分君集团合资了 如果黄先生不改初衷 依然可以与侯先生合作 共同拥有 卢斯帆军百分之五十的股权 当然 你也可以直接与 MGX公司合资 我给你们的条件 与侯先生一样 也就是说 董事长依然由你担任 你的拼帕也依然可以保留 管理权 销售权 经营权 全掌握到你们手里 出口级道也在你们手里 总裁 副总裁 各个部门的正职 全由你们指派 我才肉可怜哪 他这个不是董事长 他是个不懂事的傀儡啊 亲爱的黄瑞诚先生 你别无选择 不一定 黄先生 我跟你说吧 如果今晚你不跟我 达成和解的话 MGX公司将在包括美国 在内的世界各国起诉你 而且我们会将同一个专利 翻解成若干个像 连环起诉你 让你应接不下 高昂的诉讼费 会在很短的时间 掏空你的腰宝 直至让你彻底破产 我说的你明白吗 黄先生 你用卑鄙下令的手段 让我屈服 门都没有 你做梦吧 黄先生 黄先生 如果你不与MGX做朋友 那MGX将会与你为敌 那我也警告你 你要进入中国 还要跟中国的企业为敌 用不了多久 我会联合所有的人 把你们赶出中国 走着瞧 走 爸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天早上 离一班飞机 但是你跟想想的婚线 好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我觉得不对劲啊 余文生呢 老拖着我考察这儿 考察那儿 好像要牵着我的鼻子 不让我回来 你出了多少钱 让他办这件事呢 你应该回来 给我打个电话 我好去接你 你这张嘴啊 除了说谎之外 就是骗 我打电话给你 等你继续骗我呀 在你眼中 我就这么傻吗 你去集团了 去了 去了 被那个老外赶出来了 MGX公司 为了避免内部扯皮 提高执行力 所以在管理层 多年来都是设置 一正一副这两个职位 所以就没有 给你安排职务 另外呢 MGX公司也规定 夫妻之间不能够同时 在一个地方工作 只要委屈你了 但是加莱 这次合资啊 咱们赚大了 而且奋军这个名头没有丢 只是在前面啊 加了一个鲁斯的名号 现在叫鲁斯奋军公司 经营权 管理权呢 虽然归了MGX公司 但是 他们付给咱们 一亿两千万 来 除了按比例 分给那些小股东以外 咱们剩下九千六百万 好 孳少 我们的女儿 现在值多少钱呢 你开什么玩笑 那女儿能卖吗 那多少钱也不能卖呀 这么多年来 你主外我主内 奋军集团 是我们共同创立起来的 对话 他就是我的孩子 当年为了能让公司活下来 在小贩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把他丢在一旁 我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了奋军身上 现在为了卖奋军 你竟然对我设圈套 对自己朝夕相处的妻子 耍诡计 你知道你有多伤 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有多恨你啊 再来我这也是 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知道你对奋军 很有感情 你很有主见 容易感情用事 你说如果我把你留下来 你会同意 对合资这件事情吗 你会同意在奋军这个 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 我采取非常手段吗 难道你把生米煮成熟饭 我就会同意了 我把九千六百万 打到你入桌上 由你随便支配 我侯三寿就是有一个心跳 我不能让我自己的女人 为钱发愁啊 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 你就是把金库 银库 搬给我 我都不可能原谅你的 加莱这件事情你刚知道 情绪还比较激动 这样吧 你先老静老静 我们冷处理一下 等你心平气和以后 我们再好好谈 好吧 我相信你会理解我的 那些宝贝玩具呢 我相信你会让这个 我没丢掉 在车库里头呢 我告诉你 这套房子 登记的是我的名字 请你出去 立刻离开我的视线范围 不对啊 我 我记得你当时 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那我在广州 参加那个交易会呢 所以就写了你一个人名 这还属于婚后财产 也属于我们两个人的 所以我也有一半产权 那好 我们结婚的时候 你记得我们的约定 是什么吗 是什么 第一 夫妻俩吵架的时候 男人就应该滚出家门 女人待在家里 因为男人属狗 就算跑出去再远 也回得了家 而女人呢 属水 一旦泼出去了 就覆水难收 第二 就算夫妻俩打得天婚地暗 有两个字 也不能轻易出口 一讲出口来 就难以收场 你现在不要逼我 讲那两个字 我 我们没吵架 也没打架 对不对 我们得讲道理 你现在走不走 那好 你不走啊 那我就用那个老外 对付我的方法来对付你 我叫警察来把你带走 你要不怕丢人呢 我就这样做了 要拖着你 啊 买 作词 你不想去 我跟几个人一起 啊 买 你这不看你的 我看了他 Especially 我看你 然后你不相信啊 你我都阳光 你 talvez你自己 买光 你也跟着我 对了 那个 明天呢 把你那个办公室 堂出来给莱特 然后你先暂时在我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次 小薇啊 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 好好聊一聊 咱们父子俩 开诚不公的 心平气和的 像朋友一样 平等地聊聊天 不吵架好不好 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爸爸的公司呢 遇到了一点烦心事 这事呢跟你 活数数有关 爸爸是一忍再忍 一让再让 但是不能再让了 再让爸爸的公司 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啊 如果选择出手 那就面临着 跟你侯叔叔之间的矛盾 公开化了 大家也看了笑话了 爸爸跟你侯叔叔 也剑拔弩张了 成仇人了 所以爸爸心里边 一直很矛盾 我也很清楚 有些话跟你说了 根本就没用 你不听我的 小帆这个孩子 爸爸是喜欢的 好孩子 可是爸爸呢 又不能不把自己的 担心告诉你 就是担心有一天 跟你侯叔叔之间 真的发生了 我们不想看到的结果 因此影响到 你跟小帆之间的感情 那如果 如果啊 小帆 只是如果 你跟小帆之间 没有那样一层关系 那就简单多了 爸爸可以放手一搏 就肯定会改变 公司被动的局面 我不知道 我说清楚了吗 你没说清楚 我听清楚了 你为了你的生意 希望我跟小帆 断绝来往 你没说清楚了 我听清楚了 对吗 小微啊 爸爸真的是不希望 因此影响到 你们俩的幸福 你不要拿我的幸福 来当借口 不管你们之间 有多大的仇恨 杀得死去活来 天昏地暗 怎么都好 你们不可能影响 我跟小帆之间的交往 小微 你得理解爸爸的苦心 这是所有中国家长 说的最弱智的一句话 小微啊 小微 又干嘛呀 在这儿说 在这儿说 行行 这 这个爸爸 真有一个想法 你跟小帆 不是没什么事吗 你跟他商量一下出国 出国留学 我知道 让你一个人走 你肯定不干 那索性 你们两个一块去 对吧 走得越演越好 爸爸心里边也不纠结了 你剩天叔叔的三弟在法国 让他跟你办个工作签证也快 到了法国 你们看留哪个 谢谢你的好意 我跟你再说一遍 小帆他不可能跟我出国 我也不想出国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 你跟侯叔叔 不管闹成什么样 都不会影响 我跟小帆之间的交往 我说清楚了吗 你看你这孩子 怎么 小 这 正田 通知温州所有媒体 明天上午九点 我要召开发布会 我们要召开尘化属 召开一遍 你们有什么 你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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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准备了 你准备了 加莱忽略了 按照她的脾气 指定会把你赶回来 来吧 叔陪你杀两盘 替你消消气解解闷 连叔啊 这么多年来 我也没亏待你 你这手头怎么也有 一千万了吧 你说你 你也没孩子 你赚着个一分钱 别人打你一百拳 你都不撒手 你攒着钱干什么呀 你看你那个衣服 都破成那样了 还不知道扔了 赶紧把它给扔了吧 挺好的 我给你买的衣服呢 在哪儿 那还不赶紧换扔啊 好 我换 你跟人也帅走了 我 上面 你还没想到 你还能把你一根 下一根 那你一根不存着 我还是不存着 但你不存在 你想用应该 你现在打算 给你一根 我一定要把你 给你一碗 不用êmes 他没地坏 不能够 干嘛呢 吓死我了 我一定要把粪君给赎回来 不是都卖了吧 赎他干嘛呀 实质上 你爸爸只是把集团的 一半管理经营权 卖给了老外 三年之内 粪君的牌子还在我们手上 老外不也是为了赚钱吗 只要我们给钱给得够多 我就不信 你们两口子太有意思了 你说老公是不是把公司给卖了 你老公还得再把它买回来 你俩是不是太有钱了 他没点花呀 要不给我点 我就会睡了 不认识 然后完全要招卖了 去我也是 你帮你帮忙 你帮我买个冰采啊 这是文明 我会牵扯ault 那你才是说的 你才是是不是 我互相干 在这儿 你现在没有办法 你能不能承讯 你自己联系 来 就在那儿 何夫人 这个是不是不合适的 没有不合适吧 合作之后 你我是一家人了 一个兜里花钱 一个锅里吃饭 应该也可以在一个屋里办公吧 我们一起办公啊 会增加我们的了解 有利于增加我们的沟通 形成我们之间的默契 莱德先生 我们呢互不干扰的 可以吗 你忙你的 我还要想说 那些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还是你老师 你还要监障 你不要再勾行 一个东西 也不能再勾行 对 我说是他 你让赖特先生先将就一下 千万别退出啊 加莱是一个好安静的人 那里整天人进人出 在他面前晃悠 他早晚有一天会受不了 自己搬出来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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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找机会做他的工作的 你得给我一点时间 好 好 我都急出满头大包了 乐 乐个屁啊 我不是乐你 我是乐那个美国人 原来他们也怕恨啊 大家一定要看听 一个资产超我们百倍的 跨国公司 不远万里远渡重洋来到中国 来到温州这个民营企业的聚集地 挖空心思地用尽一切卑鄙的手段 他们来用专利 诉讼诱惑威胁来对付我们 他们要干什么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说白了 就是要通过收购 进行互断 在服务庄协业各个领域的 高中地端上中下游 来个通知 将我们中国的民营企业 一网打尽 让我们永远为他们打工 永远做他们的家务长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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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您先保证 中国人在红区区预计 我们不想他们控制资金 我们要保证 美国人在任何处理资金 保证 好的 这些是好的 把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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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客 赖特先生 可以把公司辞退 人员的名单给我看一下吗 这是远工的划名册 要签订永募合同 外国人 你为什么要赖利班舍 他没有收线工程 那么 我们可以说 你射人间的包 我的天啊 以上就是我们计程集团 和MGX公司 前前后后几番较量的 全部真相 大家看一下 师傅 是不是有人敲门啊 没人是你耳朵抽风了 你说你这一整天啊 紧折腾输了 我都开了十八回门了 这奇特怪了 人都跑哪儿去了 这盖辉也不上门来 忙着呢 现在不归你管了 你也乐得个清醒 人都俩的 不是 你不能闭嘴 人都都不合得 你也不说 我把如果你终于 你现在不走 她们还不走 我 decides 在这边 你可太多了 好 好的 你好 我看你的 肌肉非常地激动 爸 我 我面对目前的命中 既是吉他很 各种太多 我的态度非常 孟茂欣 十六子 不畏强使 积极应对 不获全胜 绝不受兵 爸就是新闻上 咱俩告 行 走了走了 待会儿还要骂你办 对不对 不要狗狗 两个人好起来的时候 像他说 闹闹闹闹闹闹 是什么 爸 走了 走了 别看了 别看了 走走走 有人在骂 侯三寿是卖国贼 甚至将他比作 是引狼入室的吴三慧 你怎么看 引狼入室 你这个说法非常好 MGX公司 就像一只狼 而跟MGX公司相比 我们这些集团 就像杨一样 狼就是要给杨下套的吗 侯三寿也不能说他做错 他也是迫有无奈 才上了狼的套 但是他不知道啊 狼的胃口很大呀 他先吃了分君集团 还要吃我们集成集团 他还瞄着其他的羊群 侯三寿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头 所以大家骂侯三寿也很正常 你别说骂他是吴三慧 就是骂得再难听点都不为过 MGX公司靠着齿路为马的专利 在美国法院申请到了临时禁售类 封杀了分君集团 在美国的两千多美元的货物 以此卡住分君集团的脖子 逼着侯三寿就发 这就是明目张胆的协票总定 侯三寿我一直非常非常地敬重他 我很佩服他 多么优秀的一个企业家呀 复心经营了二十年的古装品牌 在MGX公司的威逼利由下 消失了 我心痛啊 朋友们 人生有多少个二十多年 我当然拒绝做这样的傀儡董事长 我的拒绝 让MGX公司全权代表 格兰库克先生暴教主委 他扬言要在全世界 销售继承产品的国家 对我们进行连环激素 莫了他还留下这么一遍 继承集团既然不能做 我们MGX公司的朋友 那么继承集团 就是我们MGX的敌人 我记住这一方 我应战 这皇位承受刺利了 这不疯狗吗 擒谁咬谁 我没话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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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见我翻 你酒量可以啊 那三杯了 我就是酒量不行 你看啊 你别能不能喝 脸都红了你看 小贵 小哥啊 你这太多了 你这太多了 你这儿 我这儿有二十多年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 要跟小帆说 好 好 要不这样 今天我来做个主 让他当着大家的面 把话都说出来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本本一本 好 着急的 叔我 我就是想问问小帆 那个 如果说你爸 跟小蕾他爸打下来 你帮谁啊 好 滚 天一晚上别说 你这么吃鸟语了 我帮还我鞋 满意吧 我帮小帆 你怎么一开口 总能惹小帆生气呢 以后不该说的话别说 发脚 算了算了 就放开一晚吧 我们绝不能就此罢休 必须坚决发起 DYMGX公司生育的人 马上求知所有媒体 明天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 必须把所有 就对我们部里的舆论压下去 我不能让MGX的品牌 在中国会在黄瑞城手里 要开你开吧 我不开 我丢不起这人 我开就我开 回来 姑姑先生 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呀 我告诉你这是在中国 有十几亿的人口呢 一人一口吐巴就能把你 把坎贝尔先生 还有你那个MGX公司给淹死 现在知道极了 你为什么要招惹人家黄瑞城啊 谁给你的权利 居然用鲁斯奋军的名誉 去谈什么狗屁的兼并 我是鲁斯奋军的首席执行官 我有这个权利 我是鲁斯奋军的董事长 我没有授权给你 再说了 董事会也没有兼并继承的 那样的一个决议 我的天哪 侯三寿你还知道你是董事长 你如果继续吃里扒外 为黄瑞城说话的话 我一定会去董事会 把你这个董事长给撤掉 什么 撤我啊 对 没那么容易 我告诉你 合同里头白纸黑字明明白白说 我侯三寿是永远的董事长 如果你们出尔反尔 背反合同的话 我就请诉你 我告你 我让你和你那个MGA公司 在中国身败名裂 你怎么不叫了不喊了 你不是很有办法吗 我告诉你 你已经把人家逼疯了 还不算完 非要逼着人家无路可走 人家不烦咬泥口啊 现在舒服了 偷先生 我大半夜来找你 不是为了跟你吵架的 我是要向你讨教 如何才能保护MGX公司 在中国之上的生育和利益 让这件事情平息下去 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 现在知道来找我来了 关我要办法 晚了 不 不晚 只要有你就不晚 我们还有机会 办法我早都告诉你们了 你们没人听啊 这么才能平息事情 请务必赐交我会听你的 立即撤销对继承集团的 所有起诉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这是公司董事会的决定 即使是肯贝尔先生 他也没有这个权利 推翻董事会的决定 那我就没办法了 你又说没办法 只有你来收拾这个残局了 要是收拾不好 你可就惨了 我现在来的唯一 你必须听 先生 欧不是来 我现在来的唯一 我现在来的唯一 如果你想要联络 你需要联络 联络 你需要联络 你需要联络 我需要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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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需要联络 我们需要做些事情 有很多报告 我们不能再接受他们 我们再接受他们 我们需要联络 找他们 我们需要知道 他就是总裁 来 告诉我欧林 找他 走 走 你这一大早叫我来 就想让我挤出一身臭汗 我想让你来 喝喝茶聊聊天姐妹儿 谁知道来了这么多人 我这电话里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 鸣亭 你需要联络 看起来 你休息四晚 你现在看起来 你这些事情 连络 你也跟你说 你有什么 尽量 你怎么知道 他死了 梁先生 不快活 再来 我觉得这十几年啊 你都已经被易化掉了 你是不是觉得 守着自己这小院 守着你这个小企业 你心里面就特踏实 你走出去看看 到处随时都是 绝地而起的高楼大厦 那你为什么 就不能跟强者合作 也把自己的小院 建成高楼大厦呢 MGX公司这次做的事情 势补光彩 可是人家并没有 强取豪夺呀 咱们退一万步说 就说人家给了收购金 你整个温州市 你能找出第二家吗 这不是钱的问题 我当初看着洪三寿呢 因为他有骨气 现在呢 骨气都让他给卖了 你千万别受那个 什么黄瑞诚的影响 我就是喜欢黄瑞诚 他讲出了我的心里话 行 你就在这儿欣赏 这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吧 反正我是不敢攻勒 你赶紧想想你下面的事 怎么处理 赶紧找你老公结尾 干吗去啊 去见记者 一下必须以公司的利益为重 一直对外 这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我是说 等事态平息之后 我们见得整日可以做下来 再解决吗 德兰库克先生 事态是由你引起的 在烧这把大火之前 你想没想过 首先烧死的不是黄瑞诚 而是我侯三寿 我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 请相信我 你说什么 你是为了MGX公司的利益 而不是为了鲁斯奋军的利益 你以为你那点猫腻 我看不出来 你还是在为那个百分之五十的股权 耿耿一环 你想让黄瑞诚进来 吸使我的股权 好达到你绝对控股的目的 别以为人家都是傻子 你这是一支对外嘛 你这是借刀杀人 收 叔 怎么了 别着急 麻烦说 苏教授让我告诉你 加来去见记者了 拦都拦不住 坏 坏 他在外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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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就是这样 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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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这网络猜了 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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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说你是被MGX公司 刀架的博物上才接受的 这样子的合约 是这样子的吗 你与MGX公司联手之后 你计划还要用这种方式 兼并多少家中国的民营企业呢 MGX公司与分军集团 是否有不可告了的阴谋 和建国的洋光的秘密协议呢 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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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所提出的问题 我都会 实时求是地一一回答 这是《草莓》 博总 看你做的 MGX一直是 一个正确的企业 你让我们似乎 似乎 责 汝 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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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到整个中国的世界 全中国的商业 看我们 和我们惊死 我们是在压力的 努力 成立了 中国的市场 这是最初 你能够做这点 without authorization 你明白 自己的所愿吗 你把大重大 额上 MGX的 成立了 最大市场 世界上 聽聽 公司和判官已經有一個緊急事件 他們決定解釋放了判斷 在晨晨 這會變成效益在早上 當局開門 我們不會再有機會 他們在未來 這就是因為 你們做的 現在等待 等待到罪子出售 告訴 Mr. Ho We cancel the lawsuit to Ling Feng Company 它會影響在半夜, Beijing time